她是一名教授,同时也是B站的up主 如何定义好工作,短期看金钱,长期看成长 年轻人躺平,我只是不想坐拉木的驴 选错专业物一身,田志愿要避开哪些坑 她的B站频道里,诸多话题通过幽默的呈现方式 为年轻人排油解难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已经收获了近37万的粉丝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up主 她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 梁永安是50后,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学习 1984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教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 她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开设的《从小说到电影等课》 场面极为震撼,提早半小时到场都没有空位 今日,梁永安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她的触往实属偶然,但通过触往让她更深切地感受到当代年轻人的想法和困境 她非常希望通过自己的经验,让年轻人转变思维方式,将生活变得更美好一些 主要是经过疫情以来,我感觉不同的属性的人群都需要互相对话 然后因为我们在大学工作嘛,然后把一些大学里边所有的这些东西要传达给大家 在相互的这么一种连通中,然后获得这么一种共识 所以不能因为你只能面对985学校的学生,那么这样你太有局限了 接地气,紧跟潮流,是记者打开梁永安B站频道的第一印象 为什么我说90后和00后是历史上最不适合结婚的一代 至于涉及催婚话题的视频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共鸣 点击量高达408万,评论超25000条 视频中,梁永安语重心长地说道 婚姻可以催来,但是爱情催不来 没有上一代艰苦地打拼,哪有下一代这种宽松自由的生活 他希望父母和子女双方都能互相体谈,坦诚相待 梁永安告诉记者,其实坚定单身的信念 与找到合适的另一半之间并不矛盾 我会觉得越年轻越要坚定单身的信念 然后这时候你越能找到 因为你坚定单身的话,你自己有方向 那我自己建立一个生活 我自己跟世界有一个关系 那我自己要见识 你越是见识的好,越是能够找到 就是呼应你,去互相能够欣赏 能够互相发现的 梁永安透露,自己视频话题的来源 一部分是系统的推荐 另一部分则是自己平时做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以及身边的所见所闻 对于一些网友质疑视频中的观点 太过于理想主义 梁永安则认为 理想是打开人们的思想 能看到各种活法 尽管年余花甲目前已处于退休反聘中的梁永安 依旧坚持每周更新视频 他认为现在的年轻人非常有希望 需要给予一些推动 人的生活方式不可能一次级180度 现在就是0.5度,1度 这么一点点的转度 所以这是日常工作 就是需要细水长流的 所以肯定要坚持下去 简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